大家好 我是莫迪迢 现在我在卢姑湖 我大忙我的新节目 亲爱的客栈就要在卢姑湖录制 接下来就带各位去看秘一下 卢姑湖是一个景区 里面没有低市和滴滴 所以只能选择包车 身后的就是落水码头 进入卢姑湖没多久 可以抵达落水码头 在这儿可以与湖水来个亲密切处 看着这里的景色 说是与千禧宝宝途径的码头 有几层相似呢 我身后的就是猪槽船啦 千禧宝宝坐的就是 我身后的猪槽船 去到卢姑湖的女神湾 去寻找那一家亲爱的客栈的 在卢姑湖随处可见 具有民族特色的店铺 刘涛 千禧 陈祥他们 不见是走在石板路间 在这种类型的店铺采购嘛 亲爱的客栈卢姑湖 在一个隐蔽的岛上 每天需要坐猪槽船进出 这样的生活方式 想想也是惬意和浪漫 我身后的景色是不是特别像 亲爱的客栈里面的场景呢 刘涛 千禧 陈祥他们 能看到的也是我身后 这样一片美丽的风景啊 这就是卢姑湖 如果各位想来感受 易阳千禧在卢姑湖看到的美景 应该怎么来怎么玩呢 下面就为大家送上攻略 从丽江去卢姑湖 各位可以选择在客栈叫车 大概是75元的去穿 往返的是130元 时间大概是4个小时 卢姑湖真的就在一个山沟沟里 需要绕山路18弯 才能真正到达途经观景台 大巴会停车给大家游览拍照 在去卢姑湖的路上 他会中途放下来 让我们去上厕所 跟厕所收费一块钱 然后厕所后面呢 就是一个金沙江关节 让我们去看一下 这里的厕所都要收费 记得准备零钱 雾能二维码支付 第二个观景台 一路前行四个小时 终于到了卢姑湖 这个女儿国是要买门票的 卢姑湖的门票不支持支付宝的微信 刷卡不是很方便 建议大家带现金 一进入卢姑湖 首先看到的就是格姆女神山 海拔3754.7米 是卢姑湖四周最高的山峰 在摩缩神话传说中 瑞山是格姆女神的华山 我身后订的这个副十楼房间 500块钱 地点是在三洛村 我订的酒店是可以观景的 在这个大半落地窗外面 大家可以看到 这就是美意的 卢姑湖了 景色非常的棒 游览卢姑湖可以选择跟团 也可以自由行 自由行最佳的方式 就是包车魂湖游览 包车环游的车费是300元 大概需要六七个小时的时间 卢姑湖横穿两个闪 一部分属于四川 另一部分属于云南 进入四川地界 第一个景点就是草店 这里也是一个码头 车子继续往前开 抵达走坤桥 现在我们到走坤桥了 摩缩神话众的走坤 就是男子遇上心意的女子 白天约好后 半夜到女子家的花楼住 第二天天亮前离开 厉害了我的摩缩神话众 卢姑湖海面海拔2685米 要给大家一个温馨的提示 一定要记得擦房闪 紫外线太重了 想要全景俯瞰卢姑湖 这个悬崖边的观景台 可以看到很棒的景色 卢姑湖景色最美的地方在里阁 很多人都会选择把酒店定在这里 在远处还可以看见一片乌云在下雨 真是一种奇妙的体验 一转眼来到了包车游览的最后一站 我身后的就是情人滩 情人滩给我一种中餐厅拍摄地 泰国向导的感觉 最后要为大家安利摸索足美食 猪标肉 猫牛肉 鲜美的石锅鱼 麻香的豆腐乳 啊 an 为凭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